这瑞宝在爷爷怀里 这奶乎乎的样子 谁能想到几千年前 他曾是征战沙场的名奇石头 这奶乎乎的样子 让人看了都想人手一只 宋爷爷将瑞宝搂在怀里的模样 尽显治愈感 在这温暖治愈的氛围下 何谈悲伤和难过 说此时的瑞宝 是个不娃娃也不为过 这还是源于宝家的基因强大 可以说 从最开始爱宝和乐宝的小时候 宝家成员就开始轮流治愈着 两个爷爷和韩国的粉丝们 而且因为他们每只熊的发光点 还大不相同 所以粉丝们也不会感觉到 审美疲劳 在江爷爷到中国接乐宝和爱宝去韩国时 此时治愈着江爷爷的是乐宝 乐宝的出现 让江爷爷觉得 大熊猫并不是那般不好接触 反而能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乐宝的自来熟 一整个俘获了江爷爷的芳心 而江乐宝和爱宝接回国后 此时爱宝又开始治愈爷爷 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说过 爱宝的性格 就像是一个女中豪杰 一旦和她建立了情感联系 那她永远都会信任你 再到福宝的出生 福宝平时虽然调皮不懂事 但是福宝每次到了关键时候 总能给人一种 自己家的孩子长大了的感觉 当福宝独立时 以后爷爷们就不能随意去到福宝的房间 陪福宝玩耍了 甚至在园区接触福宝的次数 也要尽量减少到零 而这时被安慰的 反而不是福宝 而是爷爷 福宝将手搭在爷爷肩上 让爷爷不用担心自己 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 再到福宝回国时 不管是从早上的出发 还是中途在飞机上 福宝的状态 始终都像是在安慰爷爷 让爷爷不用担心和难受 自己会好好生活的 而且自己 也会把自己照顾好的 福宝总是会在关键时候 会给予人一种神奇的安慰 同时往往就是这种 微不足道的小事 才最腐烦人心 这也是为什么福宝 一直被中韩两国的粉丝称为 是一只会带来幸福的熊猫 福宝走后 现在轮到瑞宝和辉宝 治愈爷爷和姨姨们 而相信瑞宝和辉宝 也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辉宝每天不摔两下 生活是不完整的 爱宝看到辉宝来了 心想来都来了 那就别走了 留下来陪陪自己的老母亲 爱宝给辉宝拉到怀里 给辉宝一顿贴贴 让辉宝充分感受着自己的母爱 而此时不远处的瑞宝 正撅着小屁股 在独木桥上蹭来蹭去 而此时的室外园区 宋爷爷正在为福宝 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 以及放置新的竹子 宋爷爷放置好竹子后 抱着就竹子离开 今天大象们又要有口福了 宋爷爷刚离开 福宝便走了进来 一会儿 姨姨再回来时 刚好遇到了爱宝下班时间 爱宝先是给辉宝 从独木桥上扔了下去 然后接着走向瑞宝 瑞宝此时正在小屁股上享受 但殊不知接下来 自己将像个球一样被拖走 爱宝来到小屁股上后 叼着瑞宝离开 但爱宝并没有直接 叼着瑞宝走回房间 而是叼着瑞宝 给瑞宝放在了奶爸进出的通道门口 爱宝是有自己想法的 应该是不想让姐妹俩回去打扰自己 但又怕姐妹俩在外面危险 便决定交给奶爸们看着 爱宝给瑞宝放在门口后 灰宝也跟了过来 看到姐妹俩安全了 自己便转身离开回家休息了 而瑞宝在门口喊着 让爷爷出来陪自己玩 而灰宝则盯上了爷爷的南天竹 灰宝这小利器 再多一点 就能给南天竹折断了 不过好在宋爷爷及时出现 灰宝被爷爷吸引了注意 宋爷爷先是给门关好 防止姐妹俩偷溜出去 然后再去放置竹子 而灰宝则乐颠颠地跟在爷爷屁股后面 宋爷爷放置完竹子后 去抱角落里的瑞宝 将瑞宝放到了独木桥上 然后自己偷偷跑走 此时灰宝一回头 看到妈妈和爷爷都不在了 一下没了安全感 转头跑向通道门口 爷爷看这样不行 于是便再次回到园区 给姐妹俩放到了一起 让其相互作伴 而这次送爷爷离开没一会儿 艾宝便休息完 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 有艾宝在 姐妹俩这一下 又可以安心玩耍了 那两个爷爷尝试让艾宝出门 适应一下室内园区 依依们看到这次艾宝出门 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的样子后 纷纷表示 艾宝这可爱的模样 根本看不出 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而且 这次艾宝出来 爷爷全程在旁边陪伴着艾宝 艾宝这次出来后 不仅有在好好吃饭 而且还重新熟悉了一下 自己的室内园区 艾宝闻了闻带有福宝气味的小吊床 通过气味 艾宝闻出了福宝很健康 艾宝心想这段时间 福宝应该生活得不错 不过艾宝这次没有在外面待很久 在园区转了一圈后 就来到了通道门口 让奶爸给自己开门 让自己回家 或许是艾宝 现在还放心不下瑞宝和徽宝吧 而且 这次爷爷目的 也只是先让艾宝重新熟悉一下园区 于是爷爷便将通道门打开 让艾宝回家了 而艾宝在室内玩耍时 福宝正在室外 福宝今天也算是和妈妈一起营业了 当福宝在室外园区营业完 回到室内园区时 便察觉到了 自己园区有其他的气味 艾宝的气味 一直存留在福宝的记忆中 福宝在园区四处找寻着 刚才妈妈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最后福宝停在了通道门口 福宝像是在跟爷爷说 让自己进去找妈妈 而今天爷爷真的给通道门打开了 因为今天 瑞宝和徽宝没有在里面 所以 通道门是安全的 而这次将爷爷还发文表示 一月初 艾宝会带着瑞宝和徽宝来那场活动 按计划 到时会让艾宝和徽宝 瑞宝上午出场 福宝则是下午出场 不过具体情况 到时要根据瑞宝和徽宝的 适应情况定 将爷爷正准备去给艾宝送营养品 将爷爷表示自己通常都是 在早上训练福宝一家检查时 为其补充竹子以外的所需营养 很多人问 为什么没有见福宝一家 吃过几次苹果 将爷爷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 因为苹果含糖量太高 为了福宝一家的牙齿和身体健康 所以 每次都是在早上时进行投喂 看来养生真的是韩国的一种潮流 将爷爷还介绍了一下 制作窝头的用料 可以看到 窝头的用料都是一些五股杂粮 纯健康食品 没有任何添加剂 而对于窝头每天的食用量 将爷爷表示 成年大熊猫的话 一天大约一公斤左右 爷爷们的行为总是会让人觉得 爷爷们一直在拿福宝一家 当做自己的人类孩子一样对待 而宋爷爷在最新一次采访中还提到 当有人问宋爷爷 看到福宝和乐宝 把自己的制作好久的雪人弄坏时 心里会有空虚感吗 宋爷爷表示完全不会 而且相反的是 自己知道 他们会把这些东西破坏掉 才给他们去做的 而且 在他们拆选人 亦或是其他玩具时 自己还可以趁机去做别的工作 是不会觉得空虚的 而第二个问题是 以后福宝回过后 将宝或宋宝会跟着过去吗 宋爷爷调皮地表示 自己先给将爷爷打的电话问 之后 宋爷爷补充道 因为这个事情 还没有定下福宝要回去的日子 当日子决定好后 这个问题 倒是之后要确认的几个事情之一 而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福宝回到哪个地方 亦或是到时会有几个人跟着去 而且要去的话 要在那边待多久 对福宝才有帮助 而且也要考虑中国饲养员的立场 很多地方需要协商 所以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今天爷爷给福宝的园区 进行了重新装修 福宝在重新装修后的园区 玩耍得别提多快乐了 在园区四处跑跳打滚 这次滑梯被重新搬了回来 福宝又找到了小时候的快乐 从滑梯上下来 接连两个翻滚 一下子没杀住车 一脑袋顶到下面的独木桥上了 尴尬的福宝转身溜走 此时福宝的身上已经屈飞了 有了小时候挖梅石的样子了 但福宝在园区里玩得是真开心 开心的跑来跑去 不过受伤害的依旧是园区里的小数 而姨姨们也在今天重新看到了 在室内园区也能玩得很开心的福宝了 只不过福宝的身体随着玩耍变得也越来越脏 不知道爷爷现在还敢不敢给福宝擦身体 福宝有多快乐 一会儿爷爷就有多遭罪 而且不知道爷爷重新铺的这些地毯 能不能坚持到瑞宝和辉宝出门 希望他们可以多停两天 等福宝完累了 玩到自己肚子咕咕叫后 才来小亭子上吃东西 福宝吃窝头总是这般讲究 掉落在身上的窝头 总会将其舔干净才行 也始终保持着抬着头吃东西的习惯 今天福宝玩了很久 现在很有食欲 但福宝依旧是细嚼慢咽的 福宝这个好习惯 很值得一一学习 瑞宝和辉宝正在小木床上练习攀爬 这次瑞宝率先来到了床上 瑞宝来到床上后 坐在小木床上阻挡着妹妹上来 还调皮地拿手摁着妹妹 但辉宝比姐姐多着的这两三斤 也不是白掌的 硬是给姐姐抵开了 就这样姐妹俩都征服了小木床 只不过每次姐妹俩下床的方式 都带有一点疼痛感 但这姐妹俩对此毫不在乎 而且越衰越勇 这姐妹俩的抗击打能力 真是从小就开始练习啊 比福宝起步还要早 而现在 爱宝有了三个房间后 也轻松了很多 每次只要带娃累了 就自己去到一个房间 将瑞宝和辉宝扔在原地 等待爷爷来管 爷爷还分享了 这周爱宝来室内园区的样子 距离爱宝上次来园区 已经时隔半年了 这次爱宝出门后 状态很稳定 只不过 好像对福宝留下的气味 很好奇 或许爱宝是在查看福宝这段时间 有没有照顾好自己 就像爷爷们会检查福宝一家青团 看其健不健康一样 而现在每天爷爷的生活 不是在找熊 就是在去找熊的路上 光从画面看上去 就感觉爷爷很忙碌 而爱宝看上去 已经对此坦然了 将爷爷在最近的节目采访中讲到 自己是如何和宋爷爷 以及盛希阿姨 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的 将爷爷表示 每个人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 都有自己的特点 而在三个不同观点之下 进行良好的合作 首先就是要做出承诺 也就是要一起约定一种方式 成为体系 当很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时 将爷爷认为 应该先约定一个 共同认可的模式 简单来说 就像是公司里的规章制度 接着将爷爷表示 这样就算自己不在时 甚至宋爷爷和盛希阿姨不在时 那后辈们 依然会像自己照顾他们一样 而且必须继续用同样的方式 去照顾他们 这就是将爷爷所说的约定 而对于如何照顾好动物 首先就是要先考虑动物的立场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样 如果想让对方舒服 肯定是要为对方进行考虑的 将爷爷进一步解释到 虽然我们都是为了对方着想 但是那种关怀 是不是对方想要的 这一点 需要站在对方角度上 去考虑一下 例如 把这个东西给对方后 是否对那个人有帮助 亦或是自己的关怀 对对方来说 是不是想要的 将爷爷的心思 真的很细腻 每次的谈话和观点 都很有深度 同时还略带有一点规斜 将爷爷也是重新刷新了 人们对饲养员 这一形象的认知 今天是盛希阿姨上班 盛希阿姨来到园区 为福宝放置竹子 而今天韩国依旧是下雪天 此时乐宝的室外园区 像是一个雪的世界 这时候 乐宝要是来到室外园区 难以想象 乐宝该有多开心 盛希阿姨忙碌完后 给福宝把门打开了 福宝走出通道门 先是在通道门口 方便了一下 福宝总是怎么舒服 怎么来 福宝方便玩一回头 发现一排一移 正拿着大炮对着自己 福宝愣了一下 心想 刚才自己所做 是不是都被拍下来了 但是这个想法 没有在福宝脑海里 持续很久 福宝来到小亭子上 拿起胡萝卜的那一刻 便给其抛到了脑后 福宝享受着 清甜可口的胡萝卜 房间外面挨挨白雪 而福宝 则在有恒温的室内 享受着美味的窝头 室外是冬天 而福宝的室内 过的是舒适的秋天 一会儿 一一重新排队回来 福宝已经吃完窝头和竹子了 来到自己的小木床上发呆 福宝在小木床上 休息了一会儿 又转身在自己的小木床上 方便了一下 此时福宝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从小床上下来 向通道门口走去 福宝迈着愉快的步伐 走回了家 对福宝来说 这又是普世无华的一天 福宝刚走出门 正打算在小亭子上吃东西 刚坐下 福宝就发现 通道门口传来了声音 福宝转头又走了回去 坐在了通道门口 不知道是不是听见 或是闻见了 妹妹们的声音或气味 福宝坐在门口听了一会儿 这次福宝没有再拍打通道门 或发出音音音的声音 或许福宝 也快适应双胞胎 熊猫宝宝的存在了 福宝在通道门口坐了一会儿 挠了挠痒 便离开了 或许是听到通道门里的声音消失了 福宝转身回到园区继续玩耍 福宝在园区溜溜答答转了一圈 在爷爷心扑的地毯上 走着猫步 小屁股一扭一扭的 搞笑与可爱齐线 福宝一个S型俯身 穿过独木桥 来到了小滑梯上 此时 姨姨的观看时间到了 姨姨重新去排队 下雪天 走在熊猫馆的竹林下 有一种寒剧里的浪漫感 姨姨重新排队回来时 福宝园区的灯已经打开了 因为今天下雪 所以天黑的比较早 这时 爷爷给福宝的通道门打开了 福宝慢悠悠地向通道门口走去 然后便回家休息了 在福宝回家休息时 圣熙阿姨和另一个姨姨 来到园区为福宝 放置新的竹子和小零食 而此时 隔壁的乐宝 正依靠在树上发呆 宋爷爷看到乐宝无聊 来到园区和乐宝玩耍 乐宝看奶爸来了 开心地来到树上 和奶爸打招呼 乐宝真是宝家最懂事的大熊猫 这一行为 太捧爷爷的场了 让宋爷爷辈儿有面子 宋爷爷拿着雪球和乐宝玩耍 直到宋爷爷离开 乐宝才从树上下来 乐宝下树时 第一下没够着着力点 有点尴尬了 乐宝高估了自己的腿长 乐宝小心翼翼地从树上下来后 依依的观看时间也到点了 而依依走之前 还看了一场宋爷爷的个人脱口秀 福宝起来了 到了下半时间了 福宝 江爷爷今天公布了福宝回国的最新消息 江爷爷这次表示 等福宝回国前最后一个月 这期间里不能再和大家见命 福宝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做准备 例如检疫等等 不过这个期间 爷爷们会一直陪同福宝 依依们不用担心 而现在 瑞宝和辉宝 开始慢慢接替福宝营业了 在昨天 瑞宝和辉宝第一次踏出园区 这时 瑞宝和辉宝哪也不敢去 只敢在门口走来走去 而爱宝现在 也不想再管这俩熊孩子了 爱宝坐在小亭子上 惬意地吃着竹子 随着瑞宝和辉宝 对园区慢慢地熟悉 开始慢慢扩大自己的领地 辉宝大胆地走到妈妈身边 去找妈妈 而瑞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下面玩耍 瑞宝这进度有点慢了 辉宝看妈妈不搭理自己 自己转头走了回来 辉宝来到了通道门口前的小树丛里 这是之前福宝经常待的地儿 辉宝在里面东瞅瞅戏看看 这古灵精怪的小模样 不比福宝差 而且 辉宝还知道 玩玩往家跑 这一点比福宝姐姐强 福宝小时候 就差睡在园区了 而现在 随着瑞宝和辉宝的体力越来越旺盛 当瑞宝和辉宝在家时 更是花样不断 辉宝跟爷爷玩起了飞檐走壁 倒挂金雄 旁边的瑞宝都看呆了 一会儿 爷爷来到房间 为瑞宝和辉宝测量体重 刚好现在瑞宝和辉宝正在睡觉 这样 爷爷测量的数据 会更准确一些 瑞宝现在的体重是11.83千克 瑞宝测量完 轮到辉宝了 此时 姐妹俩都还在睡梦中 爷爷给辉宝抱抱到盒子里时 辉宝都还没有醒 而辉宝现在的体重 是11.85千克 瑞宝快追上辉宝了 他来送宝偷偷给瑞宝多喂奶水 起到了作用 一会儿 瑞宝和辉宝醒来 画面感明显变得乱了起来 瑞宝和辉宝吃饭时 爷爷还不忘在其身后 提着他们的小屁屁 爷爷表示 这样喝奶更酷 一会儿喂完奶 爷爷开始给姐妹俩擦身体 爷爷在给瑞宝擦身体时 辉宝悄悄悄爬到了爷爷的背上 给将爷爷忙得手忙脚乱的 眼前的还没擦完 身后的还怕其掉下来摔着 当爷爷忙完后 姐妹俩又纷纷一人一个大腿 抱着爷爷 不让爷爷走了 此时的将爷爷寸步难行 一会儿爷爷逃出来后 问爱宝问什么不过来帮忙 爱宝用撒娇的眼神看向奶爸 表示奶爸辛苦了 而将爷爷也理解爱宝的辛苦 下午时 爷爷又来到园区 为爱宝按摩 而这是瑞宝看到爷爷爷来了 凑到爷爷身前捣乱 爷爷看到瑞宝来了 立马逃走 现在爷爷想让爱宝多带一会儿娃 而爱宝这儿 也是想让奶爸帮忙多带一会儿 瑞宝和辉宝 这是到了熊见熊贤 人见人摇头的年纪了 福宝的笔录中写道 自己早上正拉着青团 突然 爷爷就拿着相机怼了过来 福宝一脸忧怨地看着爷爷 表示要起诉爷爷偷拍 爷爷连连道歉 表示自己会删掉的 让福宝要相信爷爷 福宝不听 坐在角落生着闷气 爷爷见道歉未果 爷爷拿来小灵石 跟福宝表达自己的诚意 以前看到爷爷 就会来爷爷身边的福宝 这次福宝在房间转了一圈 故意避开将爷爷 直到最终 爷爷用上了自己的僵尸按摩 才重新俘获了福宝的心 最后福宝也表示同意撤诉 哄好福宝后 爷爷来到了瑞宝和辉宝的房间 开始记录瑞宝和辉宝的日常 此时 爱宝正守在姐妹俩旁边吃竹子 而瑞宝和辉宝 又开始了每天的决斗 爱宝过来劝架 还反被辉宝推开 辉宝表示 这是他们姐妹之间的事情 劝妈妈不要插手 一会儿姐妹俩打斗完 爷爷去到房间 拿来毛巾 为瑞宝和辉宝擦身子 调皮的瑞宝和辉宝 没有一个配合的 趁爷爷给自己擦身子的功夫 紧紧抱住了爷爷的大腿 这个样子和福宝小时候一模一样 爷爷表示 从福宝到瑞宝和辉宝 他们在四个月左右学会攀爬时 都有抱爷爷靴子的习惯 刨开是对爷爷的喜欢来讲 爷爷表示 其实是因为靴子是橡胶的 它不会打滑 而且抓地力很好 抱着靴子 可以使自己站起来 所以姐妹三个都喜欢爷爷的靴子 而考虑到福宝的感受 爷爷每次在下班前 都会来看福宝最后一面 安慰并夸赞着福宝 同时为福宝进行按摩 跟福宝申请告别后 才会关灯离开 福宝正撅着屁股 趴在独木桥上 闻着妈妈昨天来园区时 留下的气味 顺便还横跨在独木桥与滑梯之间 给依依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大长腿 从这个角度去看福宝头顶的小啾啾最是明显 而福宝的小啾啾 也是大熊猫中最独特的标志 因为其他大熊猫都没有 福宝从独木桥上下来 福宝这行走的路线 好像就是刚才瑞宝和福宝行走的路线 大熊猫对气味是很敏感的 不过福宝并没有什么应激反应 因为瑞宝和灰宝的气味 对福宝来说没有什么危险性 有的或许只是吃醋感 福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后 来到了通道门口 因为通道门口 瑞宝和灰宝盘旋的最久 气味最重 而此时隔壁的乐宝 正在小亭子上 歉意地享受着自己的午餐 乐宝诠释了自己在韩国生活的 到底有多舒服 每次看乐宝时 都会有一种生活安宁且自由的感觉 而福宝这里 在园区玩累了 来到了树上休息 福宝趴在树缝中用小脚给自己挠着痒 和爸爸比谁的生活才是最舒服的 一会儿 姨姨重新去排队 再回来时 刚好遇到了江爷爷 正在为福宝放置新竹子 以及小零食和胡萝卜 将爷爷走时对姨姨们说 福宝马上就会出来了 大家再稍等一下 一会儿 福宝从轰到门口出来后 静止来到了小亭子上 开始了自己的吃播时间 福宝大口大口吃胡萝卜的样子 给姨姨们都看饿了 这是每天将爷爷带福宝上班前的流程 爷爷先是来到福宝的房间前 用钥匙给福宝的通道门打开 然后带着福宝去室外 爷爷打开门后 会先来到通道门口 拿着胡萝卜 或是其他的小零食 在体重称前 等待着福宝 在福宝出门前 爷爷会先给福宝测量一下体重 只要福宝坐货站在 这个正方形的区域时 爷爷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福宝今天的体重 福宝测量完体重后 自己就会懂事地走出通道门去室外玩耍 而这是园区外面的工作人员 看到福宝出来了 便会让第一波游客进来观看福宝 而就这样 福宝一天的营业便开始了 福宝时而来到窗前和姨姨们互动 时而自己玩自己的 当自己饿了时 福宝就会到自己的小堂椅上 坐着吃东西 福宝这个样子 真的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 当福宝吃完胡萝卜后 还会站在小堂椅上 去找竹子堆里 还有没有其他的小零食 而将爷爷在照顾完福宝上班后 重新回到办公室 接下来的工作 是照顾瑞宝和辉宝 此时瑞宝和辉宝 还没有去室外营业 而此时观察室的主持人们 看到瑞宝和辉宝后 都快要被萌化了 而爷爷的妆容 今天有点厌抹呀 将爷爷来到瑞宝和辉宝的房间后 开始对房间进行擦拭轻饮 而瑞宝和辉宝 则在爷爷的屁股后面 一直粘着爷爷 爷爷一边打扫卫生 一边还要照顾着瑞宝和辉宝 让瑞宝和辉宝乖乖听话 爷爷让姐妹俩相互玩耍 而自己则要继续去忙碌其他事情了 自从瑞宝和辉宝开始营业后 爱宝乐园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姨姨表示自己现在的排队时间 每天平均一次要多等半个小时 不过这依旧无法阻挡姨姨 去看福宝一家时激动的内心 今天姨姨排上队来到园区时 已经10点50分了 此时在室内园区玩耍的 是瑞宝 辉宝和爱宝 辉宝此时正在爬小木床 而瑞宝正在滑梯下面 爱宝则正坐在滑梯上 不过爱宝身上 这两块黄黄的印子 是怎么回事 不会是瑞宝和辉宝 拉妈妈身上了吧 另外不知道姨姨们有没有发现 爷爷们给滑梯换成了新的 而且新滑梯变得更矮了 更适合瑞宝和辉宝攀爬了 两个爷爷总是闷声干大事 在滑梯上坐垒的爱宝 打算从滑梯上下来 而这是辉宝钻到了妈妈的怀里 这让爱宝没有了下脚的地方 于是爱宝给辉宝搂进了怀里 然后一起躺了下来 爱宝搂着辉宝 让其一起睡觉 而一直在滑梯下面的瑞宝 始终没有给自己挣脱出来 姐妹俩就这样 在妈妈身边玩耍着 也不会走远 画面看上去很是温馨 爱宝给自己翻了个身 继续睡去 爱宝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但爱宝依旧保持着少女心 爱宝的可爱程度 比瑞宝和辉宝还要略胜一筹 一会儿 五分钟的观看时间到了 一一随着队伍来到了室外园区 今天福宝一家五口 此时都在营业 乐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上玩耍 而福宝正在园区散步 今天室外园区的阳光很大 室外园区的舒适程度 不比室内园区差 福宝一家五口集体营业 这个人气 怕是爱宝乐园的巅峰流量了 让爷爷在新的一期节目中表示 福宝将在明年樱花花开之前回去 也就是在四至五月份左右 樱花开花大概就是在四至五月份 江爷爷解释道 因为之后的几个月份 天气会变得非常炎热 怕福宝在整个运输过程中 会因为炎热导致疲惫 所以选择了在夏天之前回去 这样会凉快一些 江爷爷这次还分享了 每天为福宝 放置完竹子后的工作生活 都是什么样的 刚忙碌完的江爷爷 此时正坐在电脑前 记录福宝一家今天的数据 从爷爷的表格中可以看到 福宝一家每天各个时间段的情况 以及为福宝一家制定后面的档期 江爷爷这宝家经纪人的称号 可不是白叫的 盛谢阿姨走近看了看 福宝今天的日程是怎么样的 除了福宝日常生活的事情以外 江爷爷还要替福宝回复一些电子邮件 因为有许多疑疑都会发电子邮件 询问福宝的近况 而这些问题都是由江爷爷亲自回复的 忙完这些工作 江爷爷前去园区看乐宝和福宝 每次去的路上 江爷爷都会遇到许多粉丝和自己打招呼 而江爷爷也会热情地为其进行回应 主持人问江爷爷 每天工作时的运动量大吗 江爷爷拿出了自己的手机部数 这天运动量是两万一千多部 这个部数放在其他工作中算是偏多的了 而江爷爷则表示 这并不算多 算是正常 江爷爷来到园区后和乐宝打招呼 而此时乐宝正在睡觉 江爷爷没有得到回应 爷爷看到乐宝这个睡姿 问乐宝是不是昨晚偷偷喝烧酒了 看到乐宝在睡觉后 爷爷来到了福宝园区 只不过福宝此时也正在睡觉 江爷爷忍不住拿出手机 记录了一下福宝这睡觉时可爱的样子 今天姨姨依旧是起了个大宝 来到爱宝乐园 观看福宝一家 姨姨到达园区时是十点十分 而今天福宝的体重又重回二百斤了 姨姨来到园区时 瑞宝和辉宝此时正在小亭子下面玩到 姐妹俩玩到一会儿 瑞宝率先爬到了小亭子上抢占地盘 瑞宝在小亭子上阻挡着妹妹爬上来 但瑞宝没意识到自己给自己 夹在了小树和树桩之间 瑞宝感觉自己动不了了 有点蒙圈 瑞宝尝试站起来 发现根本用不上力气 聪明的瑞宝给自己转了个身 成功给自己解救了出来 在瑞宝解救自己时 瑞宝趁机爬了上来 瑞宝上来后 先是给了姐姐一巴掌 问题是为什么不让自己上来 瑞宝生气了 但此时瑞宝更气 瑞宝一口咬在了妹妹的脑袋上 自从瑞宝来到室外园区后 总是在挨姐姐的揍 没有了之前在室内时的气势了 瑞宝秉承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原则 躲着姐姐 但当挥宝忍不下去时 也会对着姐姐的小脑袋 狠狠咬上一口 表示自己也不是好欺负 而瑞宝则自己吃着竹子 什么也不用操心 只需要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五分钟时间很快便到了 工作人员引领着姨姨 来到了室外园区 此时 瑞宝正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 状态很好 依旧是阳光开朗的双开门大熊猫 而隔壁的福宝 此时正在园区跑跳 状态也很是不错 现在的福宝更加自由 在室外园区 怎么玩耍都行 一会儿将爷爷来到园区 来陪挥宝这个小可怜玩耍 爷爷拿着手机逗着挥宝 引挥宝追自己 挥宝 则见爷爷来到园区后 很是开心 扭动着小屁股 追着爷爷跑来跑去 一蹦一跳的 就在爷孙俩玩得正开心时 机智的挥宝 趁爷爷没反应过来 突然掉头跑去了爷爷的房门里 这个操作直接给爷爷玩晕了 真是长江后浪 推前浪 这鬼点子 比福宝姐姐的还要多 辉宝挤在妈妈身边 吵着要吃奶 爱宝一巴掌拍过去 并补充道 吃吃吃 整天就知道吃 姐妹俩整天的叽叽歪歪 快要给爱宝整崩溃了 一会儿 瑞宝和辉宝来到室外 不省心的瑞宝 直接给自己从小亭子上柱 摔了下来 而摔下来的瑞宝 依旧调皮得很 始终不长记性 瑞宝绕到妈妈身后 这次瑞宝的调皮 被爱宝看到了 爱宝表示 瑞宝不能爬这么高 让其快下去 瑞宝见妈妈 这里的这条路走不通 便又重新跑回滑梯 爱宝看瑞宝爬滑梯费劲 伸出自己的脚 给瑞宝垫着 瑞宝爬到滑梯上后 仍旧不老实 就在爱宝去拿竹子时 瑞宝又给自己 重重地摔了下去 以前福宝的抗摔大能力 就是自己练成的 看来瑞宝现在 是在不服宝姐姐后尘 瑞宝摔完 仍像是没事熊一样 接着又爬上了独木桥 刚走到一半 又被自己绊倒 短短几分钟 瑞宝给自己摔了三次 这晚上回家后 头肯定是晕的 而瑞宝就很乖巧 乖乖在妈妈身边待着 瑞宝则是一点也闲不住 这不转头的功夫 又给自己置身于了险境 瑞宝紧紧抓着滑梯 使自己不要掉下去 而从瑞宝一次次的摔倒中 可以看出 瑞宝也是在进步成长的 这次瑞宝没有让自己摔下去 而是缓缓下落 平稳落地 瑞宝正在窗前和依依们打招呼 瑞宝这重粉的样子 简直要给依依们可爱晕了 瑞宝这距离 都要和依依脸贴脸了 或许瑞宝是在好奇依依们手里的大炮 心想 依依们怎么每人都有一个大炮 而且 大炮都在对着自己 瑞宝去到妈妈身边求安慰 爱宝安慰着瑞宝 表示依依们举着大炮 是喜欢我们的意思 爱宝俯下身 示意让瑞宝努力自己爬上来 瑞宝努力做着尝试 让妈妈走开一点 表示挡着自己了 爱宝离开 让瑞宝在这里折腾 一一一回头的功夫 瑞宝真的爬了上去 而此时 室外又下起了雪 这也是瑞宝和辉宝 来室内园区后的第一场雪 而此时 隔壁的乐宝 正在窗前拆家 而宋爷爷 则在场外劝乐宝听话 乐宝看奶爸在场 打算给奶爸表演点节目 乐宝叼着一根竹子 来到了小亭子上 看着眼前被竹子包裹的小树 跃跃欲试 下一秒 乐宝一个大胯步 便跃了过来 乐宝抓着竹竿爬了上去 然后坐在了小树的树叉中 欣赏起了雪后的园区 而今天的雪 也让福宝的园区 再次变成了雪园 福宝走在雪地上 帅气逼熊 男熊女熊通吃的节奏 除此之外 今天爷爷们给福宝的园区 重新铺了新的草皮 这下是不是感觉福宝的园区 一下从黄土高坡 又变回了树林 只不过不知道 这新的草皮 能够坚持多久 乐宝正在雪天里沐浴 躺在奶爸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小堂椅上 摇摆着身姿 扬面享受着 白雪飘洒在自己身上的感觉 乐宝主打的 就是一个冬日里的意境 让观看的依依们 时隔多年后 依旧能想起 曾经有一只大熊猫 喜欢在雪天洗澡 而乐宝始终都是一只活泼开朗的大熊猫 对于雪地更是玩不够 姨姨们说 那是因为乐宝没有带孩子的顾虑 如果乐宝负责带孩子 那爱宝肯定也会很轻松 每天玩得很开心 想来 确实如此 而此时爱宝这儿 正在和两只熊猫宝宝 享受着室内园区的温暖 看上去很是温馨 爱宝正在小木床上吃竹子 而瑞宝 此时正在小滑梯上 瑞宝这习惯和福宝小时候一样 出门后都喜欢待在小滑梯上玩耍 显然小滑梯似乎已是瑞宝的地盘 而瑞宝则每天不知道都在忙什么 总是看起来很忙 瑞宝挤在妈妈身后爬来爬去 而瑞宝就坐在小滑梯上 给自己挠痒 瑞宝经过几番折腾 爬到了姐姐的滑梯平台上 瑞宝被妹妹发出的声音 吓了一跳 回头看去 发现是妹妹后 便放下心来 看来大熊猫的胆子都是一样的小 而姐妹俩凑在一起就会发现 他们长得还是很不一样的 瑞宝的脸又白又宽 看上去就很文静淑女 而瑞宝就和福宝小时候一样 虽然小时候看上去脏兮兮的 等长大了 也会和福宝姐姐一样 是只大美熊 一会儿爷爷来到园区 接爱宝和姐妹俩下班 之后爷爷给园区重新打扫干净 福宝来到室内园区 先是到小亭子上 吃了会儿竹子 爷爷给园区更换过草皮后 福宝这座在小亭子上 吃竹子的样子 也被衬托得更有感觉了 仿佛坐在了树林中的草地上一般 很是至于 独木桥对现在的爱宝来说 些许有些窄了 好在爷爷给独木桥安装到了下面 如果此时独木桥在小树上 爱宝就没有中间掉头的体验感了 而此时瑞宝灰宝和爱宝 便产生了鲜明对比 他们现在还没有独木桥粗 谁能想到 刚出生只有小老鼠大小的熊猫 能长到后来的几百斤 一会儿 将爷爷见瑞宝和灰宝玩得可爱 便来到园区拿出手机为其进行拍摄 虽然爷爷每天都和瑞宝灰宝待在一起 但对于爷爷来说 瑞宝和灰宝 现在每一个新行为和表现 爷爷也都和姨姨们一样 对其都有着同等的吸引力 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瑞宝和灰宝每一个动作 绝不让自己的画面里 露下他们的一个细节 直到一会儿 将爷爷手机提示电量不足时才回去 将爷爷表示 刚才自己该充满电载出来的 中午瑞宝和灰宝的下班时间到了 爱宝领着姐妹俩 往家走 而此时在室外园区玩耍的福宝 也该收拾收拾回室内了 昨天的雪 覆盖了福宝的整个园区 从外面看上去 福宝像是生活在雪原上一样 而隔壁的乐宝 正坐在下满雪的小亭子上吃竹子 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乐宝 乐宝都是一种正在享受雄生的姿态 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心态 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 福宝正趴在树叉中睡觉 而隔壁的乐宝 也正在睡梦中 此时是专属于父女俩的睡觉时间 今天依依独得福宝恩宠 福宝迈着小碎步 开心地来到坡下 走到依依所处的位置 站起身 抬起头和依依打招呼 今天的福宝独宠依依 依依开心了一整天 而此时在室内园区 将爷爷正在和辉宝玩耍 激动的辉宝 一下从小木床上摔了下来 将爷爷拿出手机 蹲下来记录着辉宝 这笨兮兮的样子 辉宝说 我才不笨呢 本来直线追逐爷爷的辉宝 转头就溜进了 爷爷的办公室 像是在说 爷爷就留在室外营业吧 我去替爷爷办公去 将爷爷猛圈三秒钟 反应过来后 走进办公室 给辉宝报了出来 跟姨姨们说了的再见 然后抱着辉宝离开 这一下看谁还敢说辉宝笨 给具有照顾动物 三十七年经验的 金牌老饲养员 兜兜的一愣一愣的 除此之外 不知道姨姨们有没有发现 瑞宝和辉宝 现在开始自己少量的 进食竹子了 而宋爷爷早就考虑到 姨姨们会好奇 大熊猫一边吃竹子 一边吃奶水 偶尔再补充点奶粉 这样产出来的青团 是什么样子的 宋爷爷在最新一篇日记里 分享了他的样子 宋爷爷描述 他不是青团的形状 但颜色有点像黄色青团 可以说是像是被吸释后的青团 因为里面有味消化的竹叶 到了晚上下班点 福宝仍是不想下班 宋爷爷拿来一根小竹子 递给福宝 福宝不想吃 但是看到爷爷 这真挚且略带 有点恳求的眼神 福宝还是将竹子接了过来 但是福宝并没有想下来的意思 福宝拿着爷爷给的竹子 趴在小树上继续休息着 而宋爷爷则为福宝 清理着园区 宋爷爷爷放下福宝 吃剩的竹子后再次回来 站在门口继续尝试 哄福宝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